自焦风波不断延烧 过去邀约少女全裸拍摄的音档也跟着曝光 看她挂在墙壁上放在一廊里面 那个成就感是跟一般外拍啊 网拍会不太一样的 以工作为由劝说对方同意拍摄 还时不时摆出观景姿态 我也是怕有点担心你会没办法 不过老实说因为那个角度的关系 其实脸也不会非常清楚啦 13号网红德州妈妈再爆料 破除黄子娇引诱14岁少女 到家中拍摄泳装照片的过程 同样以拍摄杂志照片为由 要对方到工作室 拿出三套泳装要求对方换上 让受害者浑身不舒服到眼泪直流 拍摄结束后更要求对方 要对当时的女友小S保密 另一名受害者指控黄子娇 也同样透过拍艺术照为由 要求换上裸露的泳装 多起类似事件让德州妈妈决定 集结受害者协助找律师 向黄子娇讨公道 由于这一类的犯罪 通常是发生在私人的空间 而且没有其他人在场 因此证据的搜集是更加的重要 例如当时的录音跟加害者的对话 或者是事后马上求助的记录等 想告成证据很重要 若涉及强制猥亵 最高判刑五年 违反音乐性交最重则判十年 对象是未成年 还会加重一半刑期 前前歌手蓝佑石也表态抵制黄子娇 如今加码爆料 自己也是迷途受害者 蓝佑石12号清晨发文 说自己确实是有权说话的身份 海鞋下受害者永远都在受害 有些人真的是比那个他还可 海鞋下受害者永远都在受害 有些人真的是比那个他更可怕 疑似也遭受迷途之苦 但实际这件经纪人电话关机 没有对外回应 建新闻综合报导 都留到了 收尾 谢谢大家